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快樂無阿格頻道 我是無阿格 最近呢 是因為有武漢肺炎能關心的 所以會比較少出門 所以這幾天拍的影片 都是放在室內的 會比較多一點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聊聊天 犯者會被廣標的危險 反正還沒開營利 所以就跟大家聊一聊 打手槍 為什麼叫做 打手槍 我必須要説 你知不知道 我做了一點點 當我小時候 小時候 我常常叫做 打手槍 OK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幫忙按一下右下角的訂閱 以及開啟小鈴鐺 這一集的最後呢 我們會公布就是上一次 抽獎名單裡面 到底是誰中獎 所以一定要看完喔 說到手槍呢 我們先說一下 最早手槍的進化石 是從何而來的 最早的手槍是長這樣 那最早的手槍呢 名字叫做 手槍 那發生起源於13世紀的中國 那不知道為什麼 卻在西方世界發揚廣大納 到了15世紀初呢 點火系統又做了初步的改良 就是把手槍再加上一個S型的鐵片 有利於發射點火的系統 那這個S型的鐵片呢 看起來就很像一條蛇 那所以呢 手槍又進化為蛇感 那當然啊 後面也有許多的零件 需要升級跟修改 在這邊呢 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就是 唐線也是在這幾個世紀發明的 那為什麼之前沒有用 知道最近 一戰啊二戰 才開始有流行這個 唐線這個東西呢 是因為那時候是沒有所謂的子彈 那時候的只有一個彈丸 跟火藥 先塞火藥 再塞彈丸 然後發射出去的 它沒有一挺成型的子彈 在那時候每次你打完一發 就是要再通槍管一次 那以槍管的整潔度呢 以CD的時間來說呢 還是沒有唐線的槍 會比較好用的 那早期的那些手炮啊 還是蛇感啊 經過好幾次代的進化跟修改呢 就開始有一個樣子出來 就是所謂的火槍 這個就是今天的重點喔 我相信很多人對於火槍的印象 就是停留在自殺方針 以及很長的CD填彈時間了 好的那就是要講到今天的主題 打手槍 為什麼叫打手槍呢 欸 不要單純我講到火槍 大家馬上想到那個動作了 喔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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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是那個動作而已 我在跟大家講得更深入一點 讓大家覺得 原來打手槍 也是有一門學問的啊 早在十八世紀啊 在西方國家 就已經有 Ononison這個名詞了 那在1716年呢 倫敦發表了一個小本子 叫做 俄男之罪 O-N-A-N-I-A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那首次在英文使用的就是 Ononison這個名詞 那時候是名詞 那這個俄男之罪呢 它主要是出自於聖經中 有這麼一段 由大之子 俄男的聖長去世 留下七子 而且五子 俄男父親命令他與嫂子性交 以變為其兄傳宗接待 俄男不願意與嫂子性交 中斷而謝金餘地 喔 也就是說 體外 體外 啊 啊 哈哈 使耶和華不悅 耶和華把俄男殺掉 所以 早期的英語 Ononison 就是有關於打手槍這個名詞 動名詞 好那西方講完之後呢 我們講東方 那東方呢 是在清朝的烏夢園 這本書有提到一段 把書推開了 口裡難難得到 許久不和女人弄慫 好不火勝 書言未了 把手在褲襠裡 提出洋物來 連馬擦一擦 打起手衝來 這應該很白話了吧 男生應該都知道 在講什麼了吧 手衝啊 就是剛剛所講的手砲 欸 但是又是不一樣的東西囉 因為到清朝的時候呢 手砲也跟著進化了 就變成手衝 手衝是長什麼樣子呢 就是 大家如果有看過那個 神鬼騎航 裡面海盜拿的那個 手槍齁 那個叫做手衝 但是呢 也是一樣的缺點 就是 手衝 CD時間也蠻長的 而且填彈的動作 大家都知道 就 啊 而且久久才這麼發射一發 OK 那基於這個特性呢 被烏夢雨的作者看到了 那這個作者呢 也很有創意 就把男性智慧的這個動作 就變成了 打手衝這個名 動名詞 而經過時代的變化呢 衝這個名詞 就變成了 槍 也就是變成大家 現在常常講的 打手槍 就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下次有人問你說 打手槍為什麼不叫做打手機 打手球 打手套 為什麼 偏偏叫做打手槍呢 如果有朋友這樣問你的話呢 你就趕快打開這個影片 給你朋友看 你們朋友馬上就明了了 就不會問你這種問題了 他會覺得 想不到打手槍 居然也可以提出這麼高深的學問啊 你朋友絕對會非常的佩服你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那接下來就是 今天的重頭戲 抽獎啦 那我們就跳到抽獎階段 GO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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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首先先抽驚喜包 幸運得主 徐大雄 恭喜 抽到驚喜包 接下來就是抽 頭獎 新手護具 幸運得主 來囉,是誰咧? 誒,陳冠宇 誒,好 恭喜以上兩位得獎主 驚喜包 新手護具 恭喜這兩位得獎主 那記得要跟我聯絡 好的,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是武阿哥,我們下次見 拜拜